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申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2000集 蒙德先生,你是一个值得新人学习的知名建筑师 在建筑领域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 是我向往的榜样目标 像我这样的在校生,很难和你这样的知名建筑师产生任何交集 如果不是有幸和你女儿做了一年同学 这种交集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现在就站在离你几米远的地方 事实上,我所在的位置和你多年奋斗得来的地位相比 是华国到美国的距离 是华国建筑圈和世界主流建筑圈的差别 我在华国建筑圈也不算什么 又如何能比得上你这位Pritzker建筑奖得主呢 夏小兰直视蒙德道森 蒙德面前摆着两本作品集 他尚未动手翻看 但埃里克发给陪审团那些陪审团成员已经在看了 陪审团对建筑作品的审美 不会比守在法院外的一群人更高 大家都不是专业的 只能从普通人的角度去欣赏 画画画 这是翻动铜板彩印纸张的声音 我当然比不上你 但我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我才22岁嘛 现在比不过你很正常 当我32岁 42岁 可能就有资格 和你以平等的身份对话了 前提是 会有那个机会 不会因为别人的污蔑 而被国际建筑圈排斥在外 这桩侵权案 最讽刺的 不是被告对我的抹黑 而是在美国这个提倡平权的国家 还会有人用固定的印象 先给我定罪 长相是父母给的 长相恰好符合一部分人的审美 不代表我不应该努力 我是华国人 不代表我的智商 就该比别人低 美国梦 鼓舞了多少美国人 人人都有机会创造奇迹 为什么一个华国人 表现得优秀点 就会被质疑 用私生活来攻击一个女性 是最无耻下流的手段 逼着证人当庭承认喜欢我 又有什么意思 喜欢不代表着欲望 喜欢也不代表他就应该失去 最基本的道德标准 会为了我做伪证 这些话 我早上曾在法院门口说过 我希望守在法院门口 热心关注这场诉讼的人 能当好法官 谁的作品更好 谁更有做出剧院翻新方案的实力 我希望各位陪审团成员 能一起参与评判 你们的认可 可能并不决定官司的输赢 但我相信 你们会有自己的判断 至于蒙德·Dolson先生 以你极其专业的眼光去判断 我和丽莎两个人 谁更有实力 如果丽莎不如我 我为什么要去侵占一个实力低微 水平不如我的女建筑师作品 据说是蒙德先生 向AAA超新星建筑师评审团 表达了疑惑 你曾经和被告Lisa女士 在剧院施工现场交谈过 一场交谈 你就能认定Lisa是方案的创作者 你可以用你的名誉启示 你能公正地评选吗 你是否亲眼看见被告 创作这个方案 蒙蒙蒙 陪审团议论声大起 终于有一个陪审团发言 我认为蒙德需要回答他的问题 蒙德应该当庭做出判断 他有资格要求蒙德这样做 陪审团成员是不具备法律背景的 他们有老有少 有男有女 全部由随机抽取的普通人组成 有人说 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 导致了诉讼的抗日持久 违背了现代社会诉讼效率的原则 又因为陪审团毫无法律背景 不了解法律条例 他们对案件的判断和认定 并不是出于严谨的逻辑推理上 而是所谓的社会正义感 这就是为什么Lisa要制造新闻舆论 很难说 这些陪审团成员 在被抽中前 已经经受了怎样的新闻洗脑 法官判定夏小兰赢了官司 陪审团持反对意见的话 这场诉讼就是持久战 陪审团制度一直受到质疑 却又一直执行 因为这些被随机抽选出来的普通人 有效阻止了法官滥用审判权 临时组件随机抽取 事后隔离 这就是陪审团的基本规则 这种制度还能有效防止司法腐败 仅仅贿赂法官没用 一个案子 如果法官判得太荒谬 这些陪审团成员 就是最后一道防线 听起来就很奇怪的审判偏向 一定就是不公正的 陪审团就能发声 向陪审团卖惨 固然能得到同情分 像夏小兰这样 靠着镇定自若的自信 亦能赢得尊重 做了坏事的人 会心虚 会慌乱 会虚张声势咄咄逼人 陪审团经历上午和下午的听审 他们有自己的判断 他们要求蒙德回答问题 难道所谓的专业壁垒 就真的那么强 他们倒要看看 以普通人的眼光选出来的作品 和普里斯克建筑奖得主选出来的 是不是截然相反 夏小兰一个华国女学生 坚持要到美国打官司 有这么多美国证人 愿意出庭替她作证 不会个个都被收买了吧 GMP的合伙人作证 康奈尔的学长作证 康奈尔的教授作证 有钱的富翁作证 相比起来 丽莎的人证就有点薄弱了 威尔逊夫人甚至都来不及说太多 就被哈罗德的出庭给击垮了 法官面前也摆着两个翻开的作品集 蒙德·道森先生 请你回答原告的问题 以一个专业者的身份 做出自己的判断 法官不仅让蒙德去判断 谁的作品水平更高 他还将之前夏小兰和丽莎 各自提供的创作原稿 送到了蒙德·道森面前 因为两份原稿时间太相近 技术鉴定 甚至难以分辨 哪份在前 哪份在后 那从专业上呢 蒙德·道森 能不能根据设计图的思路去判断 原创和临摹的是有差别的 要大师级人物才能判断 蒙德·道森 如果无法做出判断 法院只能再去请教其他大师级建筑师 她当然可以拒绝鉴定 或者胡乱鉴定 那就要祈祷 丽莎以后能创作出源源不断的好作品 而夏小兰从此一蹶不振 再也不会设计任何作品 要不就太打脸了 蒙德会怎么选 夏小兰微笑看着她 沉默了这些天 就是要现在的将军 她还生怕蒙德不会给丽莎当证人呢 幸好 蒙德还是来了 蒙德会冒险 替丽莎证明 将夏小兰定死 还是见好就收 及时刹车呢 蒙德终于伸出手 翻开了面前摆放的两本作品集 法庭静悄悄的 谁也没有打搅她 她的内心一定是痛苦的 夏小兰的作品集 她早就看过 却要装作是第一次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